第244章 战队的选择 黄金摩羯王口中所说的孔雀大妖皇是700年前的那位 那位曾经被誉为孔雀一族有史以来最强大存在的强者 支持 闷闷的声音在黄金摩羯王身边响起 赫然是有着一头暗金色短发 身材短粗 睽萎的男子 黄金豪猪王 三大黄金种族都表示了支持 孔雀大妖王的目光向其他各族首领扫去 灵溪路妖和三大黄金妖族几乎都可以说是与孔雀妖族捆绑在一起的 一旦孔雀妖族没落 他们就都有灭族的可能 自然是要毫无保留的支持 而其他七族却没有那么根深蒂固 他们都不是黄金种族 也就意味着他们上面还有黄金种族可以依靠 其中尤其是狮虎抱雄这些妖族 都是有妖皇存在的强族 无论是谁执掌家里成 实际上也都不会对他们如何 支持 坐在左手第二位 一名身材极其雄壮 有着长鼻子的中年男子 嗡声嗡气地说道 大地象妖王 论战斗力 前面发言的这几位妖王还要在他之下 大地象妖那可是真正的强族 除了黄金猛马之外 在象妖一脉之中 他们就已经是最顶级的存在了 而黄金猛马一族最大的问题在于数量稀少 一般都被供养在各大象妖种族 自身却并不聚聚在一起 除了孔雀妖族自身之外 十一个种族之中已经有四个表示了支持 我们也支持 坐在左手最后一位 一名相貌秀美 身材娇小的女子也站起身举了手 这位是白头笋妖王 白头笋妖一脉可以说是在场之中较弱的一族 她的支持连孔雀大妖王都有些意外 不过支持的声音也是到此为止了 风狼一脉赞待风狼王之职的一位风狼族强者 感受到孔雀妖王的目光看来 有些无奈地道 城主大人 你也知道 我族之王被杀 现在族中已经是一团乱麻 还要等待大祭司的回归 我无法在族中做主啊 孔雀大妖王微微一笑 没关系 不勉强 其他诸位呢 金刚雄王冷哼一声 此事与我族无关 他的长子被杀 满心怒火无处发泄 而且雄族乃是非常强悍的种族 并不惧怕孔雀大妖王 孔雀大妖王也不以为意 火狐王柔声道 城主大人 我族娇弱 烈焰魔师王辰声道 城主大人 我认为此事还有商榷的余地 应该请祖庭调庭 我愿上书金师大妖王勉下 请他在祖庭之中斡旋感谢魔师王 孔雀大妖王向他点了点头 最后一个正是闪报王 闪报王苦笑道 我也愿上书我族之王 为城主斡旋 孔雀大妖王点了点头 道 好 感谢诸位为家里城的付出 今日之会 就到此为止吧 黄金摩羯王愣了一下 道 城主 我们不商讨一下 该如何应对吗 孔雀大妖王摇摇头 道 这是我孔雀一脉 与金凤妖族之间的事情 我自会解决 暂时就这样 有消息我会通知诸位 众位首脑站起身 没有表示明确支持的几族 都是匆匆离去 不愿久留 孔雀大妖王用眼色示意 灵溪路妖王 以及三大黄金妖族的 王都留了下来 汪兄 这次的事可不好办了 他真的亲自来了 灵溪路妖王沉生说道 孔雀大妖王 汪青点了点头 来者不善 所有的一切自然都是他营造的 他也知道 对于我们来说 七色鹿大妖黄的精血是 我们不可能放过的 这是针对我们的阳谋 而他也可以借此机会 名正言顺地对我们施压 黄金鹿妖王冷哼一声 他赶来 就让他杀雨而归 汪青叹息一声 道 我族无黄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 家里城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都一定会保住 这是我族的根本 也是诸位的根本 这次之后 还请诸位多多支持 四大妖王纷纷汗手 黄金豪珠王尘声道 城主 用不用我们一起 孔雀大妖王摆摆手 道 不用 这是我必须要面对的 这里毕竟是家里城 并不是他的地方 我们定当齐心协力 共同守护家里城 闪暴王和金刚熊王并肩 走在前方 其他几位妖王在后面 暂代风狼王距离他们较远 毕竟风狼一族和闪暴族之间的仇怨深厚 彼此并不是那么容易亲近的 尽管现在的局面如此紧张 烈焰魔狮王已经走了 他一向自视甚高 并不愿意和其他妖王走在一起 闪暴王低声向身边的金刚熊王道 熊王 这次的事你说孔雀能挡下来吗 金刚熊王贴了他一眼 道 拿什么挡 闪暴王道 可是 看那几个黄金 还有灵溪路都对他信心十足的样子 我有点没底呀 金刚熊王冷笑一声 道 难道站在他那一边就有底了 别忘了他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无论如何 那也是等阶的差距 你虽然没有踏入神级 但也应该明白 层级越高 每一层级之间的差距也就越大 大妖皇之所以是大妖皇 那就是因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一档 不想死就远离 我就怕万一挡下来 后面有所清算 我们闪暴一族实力不足啊 母族那边也并不亲近 闪暴一脉 在暴族中也可以算是姥姥不亲 舅舅不爱的那种 否则也不会定居在这偏远的家里成了 金刚熊王瞥了他一眼 有些不愿再和他多说什么 走出城主府 金刚熊王淡淡地道 好自为之吧 说完他就静自上了自己的座车 有几头战熊拉拽离去 目送着他离去的背影 闪暴王眼中闪过一抹阴霾之色 呸什么东西 不就仗着族中有人吗 说完他也上了自己的座车 闪暴王的座车前面是由四头抱腰拉拽 都是六阶抱腰 座车旁边还跟随着四名八阶闪暴腰护卫着 自从蜂狼王遇刺身亡之后 他就变得特别小心 双方已经冲突了好几次了 蜂狼族一直都认为是他们动的手 闪暴王虽然因为蜂狼王的死 很是痛快 但他自己心里知道 那和自己并没有任何关系啊 现在家里成表面上一片祥和 实际上却因为来自于祖庭的压力 各族之间的气氛都不太好 闪暴王最郁闷的是 他并不算是孔雀大妖王的嫡系 但也没有什么高层关注 所以本身并没有多么强大的背景 这一点他们甚至还不如蜂狼族 现在突然遇到这种情况 犹豫的性格令他根本不敢轻易站队 一旦站队 错了怎么办 那就是九死一生 可是不站队吧 就算经凤大妖黄赢了又能怎样 能看得上他们闪暴这一脉 不行必须要未雨绸缪了 最近这段时间不能继续留在城中 家里成内虽然有更多资源 但也要保得住才行 还是远离是非为好 想到这里 他心中已有定计 趁着京凤大妖黄还没来 早点收拾东西 先离开家里成避避风头再说 玩 作者 唐家三少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哟